Hello 大家好 我是救藏族 很多人最近透过这个勾宣 DM 我说 哥哥 你觉得怎么样的人才算是好色的呢? 嗯... 所以我今天就帮大家整理了一下 以我个人的经验 还有网上搜寻到一些资料 为大家归类了 五种我觉得他肯定是好色的人 首先第一种就是他跟你说 我不好色的 因为对我来说 真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不好色的 除非你是住在荷兰 又或者对于新教育比较开放的国家 要不然的话我们就连小时候 在电视上看到男女主角有接吻 或者比较亲密的动作的时候 爸爸妈妈第一个时间就是 不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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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知道对于小朋友来说的话 你越不要让他知道 他就越想要去知道 所以当你因为好奇 而去接触了这些新知识之后 你没有排泄的话 这就代表说 其实你算是好色的人 那如果你真的跟我说 没有勒 我真的不好色的勒 又或者你说 我真的有一个朋友哦 他不好色的 他就算有另外一半多好试试 他们都从来没有 那我只能跟你说 他不是不好色 就是他不好他的色而已 第二种人呢 就是你要看他在社交媒体上 关注了什么样的人 如果他是关注了 这种类型的话呢 他肯定是不好色的 可是如果他是关注了 这类型 他肯定是好色的 所以也就是说 当他关注了一些 被归类为性感啊 可爱啊 又或者他的工作室 会穿上一些特定的制服的话呢 然后他们又去关注的话呢 嗯 没错 第三个就是呢 他喜欢吃怎么样的一些食物 如果呢 他很喜欢很喜欢吃肉类 可是呢 又不爱做运动的话呢 他也是非常的好色的 因为他是被逼好色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肉呢 他会给你一些能量 可是呢 这些能量呢 你没有地方排泄的话呢 过剩的能量呢 你就必须要有一些管道呢 去发泄出来的 就需要透过运动咯 好 再来呢 关于食物的部分的话呢 在这里呢 也给大家做一个测试 就是呢 看看你内心有多好色的一个测试 OK 假如有一天呢 你独自一个人走在街上 然后突然之间 嗯 你觉得可以吃东西啦 嘴馋啦 然后在你眼前呢 有四个食物给你选择 第一个就是 orange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 水煮蛋 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 第四个就是 香蕉 你会选 我给你五秒钟的时间 五 四 三 二 一 首先我们先来看 选择 柳橙的朋友 内外呢 都是黄色 可见它是 最色的 如果你是选择了 水煮蛋的朋友呢 纯洁的外表 可是内心 是黄的 就代表说你很闷骚 第三个就是 漫头的话呢 表里不一 不黄 不色 可是如果你是成年人的话呢 就未免有点无趣啦 第四个的话呢 就是 香蕉 有色心 可是无色胆的 一个假色啦 啊 又不知道 你们是选了什么样的答案 勇敢的就在下面 comment给我知道 好 那第四个的话呢 就是看他喜欢怎么样的一些运动 如果是男生 他喜欢去听女生打网球的一些比赛的话呢 他肯定好色 不要问我为什么 你们去观察一下 而如果他是女生的话呢 他喜欢看wrestling的话 嗯 他好色 也不要问我为什么 自己去观察 好啦 来到最后一个 第五个 就是如果他是黑眼圈很神的人的话呢 他就是好色 好啦 我说了那么多呢 其实我也并没有说过好色是错的 相反呢 我反而有听到有一些家长呢 他曾经对他的小孩子说 如果我们很害羞啊 你不要那个睡再去 你会那个谁想啊 那也没有说 你一定要对所有的人说 哈 我就是好色的 可是也要告诉你说 好色并没有什么需要好害羞的 不过呢 反而如果那个人要好色你的话呢 你就要懂得如何好好的保护自己啦 好不好 今天这个影片呢就到此为止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样的疑问的话呢 你们可以继续的透过 就应一期的Instagram也是可以找到我的 如果我有看到有趣的这个话题的话呢 我会继续的透过 Goshen的YouTube channel 跟大家见面的 我们下次见 拜拜